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2月18號 香港新增3629宗的確診個案 兩宗是輸入性個案 3627宗本地個案 另外還有大約7600宗的初步個案 再有10名的患者死亡 但是看到今天的確診總數是下降了一段 在下則的消息 多家內地企業向香港抗疫伸出援手 小米基金會捐出500萬元 阿里巴巴捐出1000萬元 騰訊集團捐助5000萬元 另外據悉除資金捐助外 天貓香港還提供物流補貼 緊急動員商家、全力保障、抗疫用品、食品、日用品 以及消毒品等的貨源和價格穩定 在下則的消息 《經濟日報》就報導 恆基主席李家傑就表示 恆基會捐款1300萬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抗疫工作 在尋找土地方面 政府如果有需要的話 集團也樂意配合 包括提供200萬呎土地興建放瘡醫院 有關的土地位置是在大埔臨村臨錦公路以東 200萬尺確實是一個大數字 再下一則是特發消息 特首林鄭月娥在今天下午6點半就見傳媒 行政會議就舉行特別會議 批准引用緊急法 押後香港特首選舉到5月8號 提名期押後至4月3號至16號 另外特首在記者會上也有說到 預計這個疫情都要用到2至3個月才能夠 尋控或者解決得到 在下一則的消息 特首林鄭月娥就連同官員 昨日起深圳灣口岸迎接中央派出的 內地專家組成員 當中她表示今次向中央的請求 包括大幅提升檢測能力 目前香港正在努力增加檢測量 去到月底可以做到大約每日30萬次 她就相信中央會積極回應特區政府的請求 當有了有關的能力 全民檢測是一個考慮的方案 林鄭月娥還表示以國家之力 是可以做到所需的檢測量 但也都要市民配合的 即是說由之前的不做別人的那些方法 到不排斥或不反對全民檢測 到現在全民檢測是一個考慮方案的 除此之外 三民還留意到大公報有一則報道 她就說到 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全力支持香港壓制疫情 除了內地援助香港的專家隊昨天率先到港 一何之隔的深圳 多間三甲醫院已經動員組成一千名醫護大隊 隨時後命來港協助全民檢測 大家留不留意到大公報的這一則報道 是很直接地說 這個千人醫護大隊是來香港做全民檢測的 不是考慮不是可能 是說得很直接的 報道還說到 香港市民日後做檢測的時候遇到內地醫護人員 都可以跟他們說一聲多謝 我亦都很呼籲大家 到時看到別人 其實包括香港的醫護人員都是一樣 可以給他們多一些正能量 我覺得這個時候正正都是 香港一些醫護人員前線人員的艱難時期 特別是說一說內地的醫護人員 來香港幫助香港的時候 不要說跟他們的家人分開 我覺得這些都還好 講一些現實一點的就是 他們面對的最大困難 是到時那些黃絲黑暴會怎樣對待他們呢 是吧 可能給他們面色看 令到他們難過 乃至會不會辱罵他們 我不知道 但相信未必是太開心的事件 所以我相信一句簡單的多謝 一個好的笑容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正能量 是一件開心的事 在下一則的消息 香港的公立醫院外面 就持續有大批病人露天等候 不少更加是長者 對此全國人大常委的委員譚耀宗 就關注有關的情況 還表示未來幾天天氣將會轉冷 政府要立即處理醫院外的病人輪候情況 他就提議精容彎仔會展去作安置患者 另外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 今天也都表示要長者在醫院外面露天等候的情況 無法令人接受 他又表示氣溫將會在未來24小時急劇轉冷 必須在短時間內將戶外病人轉至室內 他就提議公立醫院將新冠病人以及非新冠患者分開 並且將更多的病人放入病房 甚至要用到大堂和走廊 就算要擠迫一些都沒辦法 另外他就建議政府要求港大中大醫學院以及私家醫院去報訴 現在有幾多兒童病床以及成人病床的空缺 將醫管局裡面非傳染性的病人轉移去私家醫院 相信私家醫院的人員也都能夠應付得到 再下一則消息了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表示 第五波疫情對本港經濟活動造成嚴重影響 削弱市場對前景的信心 但為免打工仔及中小商戶生計進一步受挫 政府必須盡快管控疫情 因此這些限制措施也是必要的 他還表示政府已經推出新一輪的抗疫基金 為受措施影響的行業提供援助 相信社會配合抗疫工作積極接種疫苗 必定能夠控制好疫情 為經濟持續復甦創造條件 政府會在疫苗通行證的前提下 恢復部分行業的營運 亦都會優先與內地和澳門通關 再逐步有序與海外恢復往來 不知道大家留不留意到 陳茂波所說的通關明確有了先後次序 優先與內地澳門通關 Simon 的理解 其實香港之前的那些所謂與病毒共存 或者所謂的躺平策略 本質上就是不想與內地通關 想盡量優先與海外通關 他們就是想做到這一種方向出來 現在正本清源不可能會讓你躺平 通關方面也是主力優先去做了內地和澳門通關 再下一則消息 今天有香港郵政的員工家屬說向東網爆料 指目前已經有超過100名郵差確診被迫停工 而密切接觸者要接受強檢後 證明沒有中招才能開工 但香港郵政無故取消原本讓到等候報告的員工 在家工作的有新福利 迫員工用自己的假期頂替或者放無薪假 有人等足5天仍然未有報告 深感無奈 另外至於食環署深水埗區的小販組也有人確診 有市民爆料指至少有6名員工確診 但食環署竟然未有要求同事強檢 更加要他們如常工作 就說這個做法是非常離譜 可能會造成隱形傳播鏈散落社區 對於這一則消息 三民有不同的看法 先說食環署有員工確診 同事如常工作 但是三民留意到 有一則報道說到張竹君表示 現在的強檢只是集中在高危地方 若市民覺得自己身處高危大廈可以自行接受檢測 另外還說到除非公司出現大爆發 否則只是同署工作的公司同事 是不當作緊密接觸者的 即是說食環署的同事未必是緊密接觸者的 所以真的未必要他們強檢的 另外就有說到郵差有人中了招 一些同事不斷接觸者要強檢 那個強檢等待時間 之前是有福利的 有work from home 有人工的 現在沒有了 但以我的理解 就是現在整個社會的大方向 都是打工仔硬食的 就是這個 如果你因為疫情開不了工 是會放假或者放無薪假等等的 而且坦言講句 可能某些工種是真的可以work from home 他們主要就是paperwork 但是郵差主要的工作應該都是派件的 那你更加work from home又怎樣派件呢 所以這裏都會有一個衝突起到的 在下一則的消息 和大家看一下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 有記者就說到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就發報告 就說有大量的證據顯示 世界銀行的分支機構 國際金融公司的幾家客戶 積極參與中國在新疆開展的 針對維吾爾族人的所謂鎮壓運動 對此發言人汪文斌就表示注意到相關的報道 他就說到這一個是一份毫無根據 惡意滅造的虛假報告 根據了解報告讚寫的機構 在新疆是沒有任何工作人員 在讚寫這份報告的過程當中 亦都沒有開展實地調研 亦都沒有進行真正的研究 相關的內容沒有任何的證據做支撐 充滿的是謊言和無理的指責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保護人權和勞動者的權益 一段時間以來個別的國家持續炒作 涉及新疆的謊言 並且將祝國伸延到多邊開發機構 眾方賦予相關機構堅持多邊原則 秉持客觀中立非政治化的原則 對所有成員國企業給予公平公正 非歧視的待遇 不能以個別莫須有的指控為依據 去歧視任何的企業 損害機構本身以及成員的聲譽 在另一則消息就有記者說到 根據報導為了避免煽動反亞裔言行 美國司法部近日就啟動了針對中國行動計劃的審查 另外也有報導 韓國外交部表示 韓國駐紐約總領事將會近日會見紐約市政府官員 要求紐約市政府積極預防反亞裔仇恨犯罪 發言人汪文斌就表示 無論是所謂的中國行動計劃 還是美國國內的反亞裔言行 都是美國系統性種族歧視問題的表現 都反映出美國國內根深蒂固的社會環質 數據顯示2020年全美國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案件 上升了76% 在過去的一年裡面 四分之一的美國亞裔年輕人 成為了種族歧視和欺凌的目標 這些數據令人觸目驚心 已經引起了多個亞洲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廣泛關切 美方應該深刻反思 採取切實措施去解決國內的系統性種族歧視問題 為維護保障包括亞裔群體在內的少數族裔的正當權益 讓他們遠離暴力和恐懼享受應有的平等權利 好了今天的消息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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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